我們在接觸盲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 我們只要去圖書館 全部的書我們都可以看 但是我們只要去看有盲文書籍的書 可能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現在市場上的教材大部分都只是點字機 所以我們系統主要是可以產生圖跟文 主要是我們的教具可以客製化 對於使用者來說他們可以選擇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減少了他們的成本 各位這是我們TAPIC的系統 如果說要自己做教材的話可以倒進我們系統當中 進來之後我們只需要先上傳自己想要的譜片 選擇你想要做的教材 那目前可以做的有觸覺圖卡 觸覺拼圖還有觸覺地圖 那結束這些動作你只需要按一個鍵叫做上傳 在匯出圖片之後我們看到我們教材的檔案 上面有我們剛剛想要做的觸圖 還有我們這邊我們想要做的點字語言 那這個東西只要送到印表機或者是3D列印機 跟3D有關的機器就可以把教材做出印字的動作 我們的系統結合了AI雲端計算及3D列印的功能 透過教材克制化的方式解決了視障者 還有視障老師在教育上面的需求 製作這個系統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如果單純的是放在電腦的話 你會被硬體受限 所以我們所有的計算都是用AI雲端的一個計算 讓我們覺得最困難的是我們不是視障人士 我們從小到大也沒有接受觸覺的教育 所以我們不只要去台中的企民學校拜訪 還要實地接觸這些忙的小朋友 才有辦法知道他們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學習 一種最大的挑戰是 在分析和分析的照片 其他挑戰包括 通常的語言 在同時同樣的語言 我們計劃使用機械學習和其他方式 去完成這個項目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們在啟林學校 我們拿我們做的觸覺台灣地圖給小朋友使用 那那時候小朋友看到地圖是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不知道台灣中間原來是高的 台東原來是有那麼長 那我們對這樣的反饋 我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方向 我們的同學們是電機系的學生 他們很少接觸到社會上這些弱勢的朋友們 我們可以用這個技術來幫別人 這又回應了UNSDG的第四 Quality Education 跟第十 Reduce Inequalities 他們不僅是要學習一個技術 他們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如何回饋給社會 我們希望能夠獲得更加密封 各種不同的角色的角色 我們希望能夠獲得更加密封 各種類型的角色的角色 比如當印刷各種角色的角色 变得更有趣 也让大家可以一起 Experience the world at your fingertips